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 关注一下咱们的中国塑化队 应该说在北京冬奥会上要承担大量夺金任务的 依然是咱们的塑化队 尽管说在雪上项目由于谷爱玲入籍中国之后的加盟 使得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更多的期待 但是咱们实事求是客观的来说 谷爱玲尽管说三个项目理论上都有争夺金牌的可能性 可是除了优行池这个项目之外 在这个障碍赛包括跳台滑雪这个两个项目上 谷爱玲真正想要说去争取冠军优势是非常小的 能够拿到奖牌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再加上谷爱玲这是第一次代表中国队来参加冬季奥会 其实也是她的第一届冬季奥会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对于这名年轻的小项 以更多的宽容和包容 她参加此次的冬季奥会 我觉得有两个目的要比夺取金牌胜持 其实奖牌更加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展现咱们中国实力强大之后 欢迎越来越多的华人 或者说是有华裔血统的这样一些人才 更多的回到祖国的回报当中 通过谷爱玲这样一个支点 展现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这样一个胸怀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能够带动起我们大家对于雪上这个项目的关注度 希望这两个作用的话 肯定是要比她获取奖牌的意义要更大的 所以说其实她的这些奖牌术应该说 并不在中国队可能是重点划入的范围之内 我们这个夺金的任务还是要放在这个速化队 这也让一只王者之师的身上 那么从去年开始 那么关于北京冬奥会的这样一个积分各战的比赛就已经开始 从北京战开始一直到荷兰的多利赫特战最后结束 那么中国队是拿满了10个项目总共30个名额的参赛资格 可以说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总共是拿到了7枚金牌 总计超过15枚奖牌的成绩 因为每个项目上的话呢 只允许爆满三名选手 那也就是说10个奥运会项目我们都拿到了参赛资格 并且每个项目就要咱们前面说的是拿满了三个参赛名额的 他们应该说才是为中国队去争金夺赢的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那么速化队从1992年开始能够为中国队实现奖牌0的突破 到2002年盐护生冬奥会大洋洋拿下了两枚奥运会的金牌 一直是中国在冬季奥运会上的旗帜性的团队 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 咱们的速化队应该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 一共是拿下了四枚金牌 但是在上一届的平昌冬奥会仅仅获得一枚金牌 当然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当地举行的裁判的问题 导致了我们失去了两块应该倒数的金牌 但是这一次是在咱们的中国北京举行 所以说像韩国人那种不太光彩的用裁判的方式去获取冠军的情况 应该不太会出现 那么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 中国速化队时由对照五大禁带领 包括了任紫薇、韩天宇以及周扬等多名世界级冠军的选手 所以说我们依然可以给他们一非常好的期待的 那也是非常有希望打破12年前在温哥华所创造的四枚金牌的记录 当然了不只是咱们的速化队 那我们希望所有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选手 都能够在过年期间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借助东道之力 借助咱们中国年这样一个东风 去在冬季奥运会的赛场之上 唱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的国歌 稀测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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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